接下來是各位所碰到的第一個計算體 就是密度 密度是各位碰到的第一個計算體 那其實你現在應該覺得它很簡單 我們平常的講話口語上說 鐵比棉花重 這句重的意思其實不是指的是重量 而指的是密度 同樣的狀況同樣的大小的情況之下 鐵比較重 所謂的密度的中文就叫做 單位體積內所含有的質量 單位會看到公式 你就看出來它就是一個比值 誰跟值得比值 質量跟體積的比值 也就是說 它在數學上的計算的想法 就跟你在國一學數學的時候 學畢業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的 公式長這樣 密度 體積分之質量 喜歡用英文叫d等於v分之量 d等於v分之量 d就是密度 b就是體積分之質量 就是體積分之質量 單位體積內所含有質量的多寬 英文的代號寫作 D 等於 V 分之 M D 就是密度 V 就是體積 M 就是質量 我要罵人嗎 我要罵的是你 你為什麼可以不用動筆啊 你有特異功能喔 不用動筆 你是不是會寫在這上面 要記錄 上課不認真 上課黃繩 你這邊看不在一起喔 看我還沒上課 OK 好 舉理計下來 公式 考試考什麼 考觀念 不用考計算 考觀到會提到一些有關密度的觀念 考觀念 看就知道答案了 觀念有就會了 第二個考公式 考計算的意思啦 考計算題 考公式考計算的意思 有一些變化有什麼車道來說 他要考圖形 用圖形顯示 用表格顯示 待會兒我再跟各位舉例子說明 他的狀況怎麼樣 表格的處理 我 柏爾上的時候教過了 講那個 講的時候提過了 什麼 為他 大家其實有些常說教過了 當然我們現在會再出現一次 再跟你講一次 好 表格怎麼樣做處理 OK 觀念 第一個 密度是定值 純物質的密度在定溫之下是一個定值 而且是它的特性 意思就是說 相同的純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純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這裡講定值的意思就是說 一大塊鐵 隨便亂說密度16 切一半 密度還是16 摳一小塊 密度也是16 這要做不會變 那剛剛跟你說了 它是特性 它是特性 相同的純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純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 可以靠密度來判別純物質 這個題目學徹也考過 做一個實驗 問它是誰 因為你算算 密度跟鐵一樣 所以它是鐵 因為算算跟鋁一樣 就是它就是鋁這樣子 它是純物質 可以靠它來辨別 靠它來辨別 密度的觀念 再來 我們就要請問你們 停車站借問 我們剛剛講說 它是特性 可以靠它來辨別 請問你 你還學過什麼東西 是吼它的特性的 相同的純物質有相同的當當 當當一樣 就是一樣的純物質 當當不一樣就是不一樣的純物質 請問你 你還學過哪一些東東這個 第二問題是 你還學過什麼東西 一大缸的時候是A 取出一部分還是A的 你還學過哪一個是這個 停車站借 先問第一個 還有什麼 還有哪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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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巴巴 有相同的巴巴 好 來 停車站借問 342 他有 他吃下的口感 他吃下的口感 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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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哪一年我們要用吃東西 騙別東西過 好 哈哈 哈哈 喔 因為我一起來一樣 你那些東西怎麼吃 很像三文的 16 16 16 沒有16齁 還有什麼東西是一樣的 特性 請坐 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猜得這樣 你以為我連這個都不會 就顯示學得還真爛 相同的存物質 有相同的熔點 有相同的肺點 有相同的筆熱 這都是 可以辨別存物質的特性 所以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發現那玩意兒的肺點是100度 我覺得它是水 這是我們在當初做實驗的時候提過的事情 提過的事情 再來下一個 有什麼東西 一大股萬的時候是A 取出一部分還是A的 你學過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什麼物理量 什麼玩意兒 比如說密度 一大塊的時候是16 切一半還是16 類似這種東西的 你還有誰 你學過的 就是 當年就是在這個之後 不久之後學的 國二上 在學完這個之後 不久之後學的 什麼東西 一大股的時候是A 取出一部分的時候 還是A的 29 起立啊 你還有學過什麼東西 大股的時候是A 取出一部分還是A的 不會喔 不知道 很好 請坐 你們的學習狀況 真讓人失望 一杯 濃度 百分之二十 五百毫升 取出一百毫升多少 百分之二十 喔 一樣啊 對耶 取出部分跟結果全部一樣啊 這不是以前啊 那也考的重年嗎 這也考過的重年啊 這都考過啊 這都全部都考過啊 好 好 來 相同的存物質 體積跟質量成正比 我講過了 其實你看公式啊 你看公式啊 你看公式啊 你看公式就知道成正比了 這我以前教過你了 根本就不需要 你根本不需要那個 特別去背什麼挖勾的 你看就會了 來 你寫著 公式呢 寫作 D等於 V分之M 同樣的存物質密度一樣 所以就是V分之M 所以這個是二的時候 這個也是二嘛 這樣才會叫做一嘛 我兩倍你兩倍什麼比 正比啊 正比嘛 所以這個古時候就學過啊 我就教過你怎麼判斷了 不需要特別背 一般的東西是熱脹冷縮的 一般人也物質熱脹冷縮 質量不會變 體積膨脹的密度就會減小 體積收縮的密度就會增加 一般的東西是這樣 可是水有異常現象 水不是熱脹冷縮 它有異常現象 我們後面會再給你教一次 所以水就不見的每次都是熱脹冷縮 它要看 一般情況是這樣 你要曉得 就是所謂的密度的觀念 然後我們就會考觀念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有關於密度的講解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很好